这里是让你每次收听都有收获的CD Plus 你好我是Christine 大家好我是丽萍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周主编点新闻 那我相信呢大多数的人啊 多多少少都有听过就是 东马的这个汽车路税价格呢 跟西马相比的话 其实是来得比较便宜的 那也因为这样子呢 一些在西马注册的车辆 就选择在沙巴和沙越更新这个路税 不过最近这个课题呢 就成了大家讨论的一个课题了 其实我觉得可能很多人 他并不知道我们东马人有这样的便利 就是你的路税 它其实是路税是指这个2000cc 或者2000cc以上的车呢 它的路税是会相对于比较便宜 比西马比较便宜 为什么东马人有这个福利呢 这个说起来又是一个心酸死吧 因为就是我们的东马 就是发展的基础设施 不够西马 西马这么好 因为我们的资源都被给了他们 我们只有5% 所以我们有一点七七长长 路况就不太好 所以我们必须有这个福利呢 鼓励我们用这个比较好的 这个不是可能用有一些 尤其是一些内陆的地区 他们需要用到四轮驱动车 那么就开销上就比较大一点 对那有鉴于此呢 这个陆交局就是决定要在这个陆税方面呢 给予东马人优惠 算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去帮助东马人 就是减轻我们这边人的这个生活负担嘛 对不对 只不过呢 这项便利就被一些贪小便宜的人给滥用了 对就是在这个陆兆府他前几天在美里出席一项活动的时候 就提到这个事情 因为当时是回应这个这个我们的邮局就发了一个通知 邮局是在8月31号发了一个通知 就是蛮突然的嘛 就是说从这个9月1号起呢 这个2000cc或者以上的车主呢 他们并不能够在像以前一样 就是在沙巴 沙拉越 纳明还有佛罗教育的邮政局 更新他们的陆税 当时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 大家就质疑说 这个不是为难我们东马人吗 因为你知道有些地方 他不一定有这个JPJ可以让你去更新陆税 所以到了这个陆兆府他到美里去出席活动的时候 他就揭开这个原因在哪里 是那另外呢 就是来到最近几天了 陆交局呢 就发文告表示说 现阶段其实在这个各地的陆交局和合作伙伴的更新陆税交易呢 将会就是如常的运作 不分车款还有息息的 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已经开始听到了 很多人呢提出了这个不满的一个情绪啊 或者是可能觉得说 真的很不方便 如果不能够在这个邮局更新陆税的话 对 可是我觉得JPJ他这个宣布里面 他其实还是有保留的一个成分 所以他才会说他们要成立一个特工队来调查 就是调查这个便利被浪用的这个可能性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说发现很多这个西马车主他们知道这个东马有这样的便利的时候 他们可能就把他们的交通工具就安排在这个东马来注册 那么之后更新陆税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享有更便宜的这个费用嘛 可是就是调查发现了有50%以上的这些车主 他们其实车子他其实都不在东马使用 这个就是形同了浪用这个便利了嘛 是 不过我有一个好奇的点就是说 为什么就是不能够在这个邮政局更新陆税呢 是不是可能在邮政局更新陆税的一些系统上面呢 他的那个操作方面呢是出现了一些漏洞 就是让这些人他们有机可乘呢 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这个邮局还有这个JPJ这个来进一步 就是理清这个我们大家的疑问嘛 因为我在想可能性存在的就是说 可能他们虽然系统上有这个连结 就是说有就是大家都可以用 那么可是可能在JPJ你更新的时候 他的车主资料什么就会更详细 而这个邮政局是不是说有一些地方 他只是方便你更新 但是不能够详查这个车主的资料呢 那么这一点真的还是需要 叫陆交局来说明了 是 而且呢这个问题我觉得说 也是要必须重视的 因为呢根据统计啊 从今年1月到8月呢 更新陆税这个费用呢 所流失的数据是已经高达5000万令吉 我就觉得说哇这个数字 难怪呢就是陆交局会要去做出 检讨这样的一个动作 对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蛮庞大的一个数目 所以如果他真的是要去检讨 然后去追究的话 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也是好的 因为如果你钱收来这个对国库来说 我们把这笔钱上用在应该用的地方 是大家的福利嘛 嗯 好那更多最新的消息呢 我们就在等待就是进一步 这个陆交局他们的宣布了 是的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来呢 继续的会有新周主编点新闻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